大家好 好 那 這是我個人的三個關鍵字 那熱情 我的熱情 如同我現在做的這一朵花朵 一樣的熱情 那我的堅持 就如同這一朵花一樣 我把我的堅持放在他的身上 那分享 我今天做的這些鬍子 分享給大家 那一切的改變 都是從我的澳洲開始 那個時候我剛退伍 剛退伍 我真的是非常的彷徨 我完全不知道我自己要做什麼 那那個時候 一個背包客跟我說了一段故事 我毅然覺然我就飛了出去 那那個時候 用當兵退伍存下來的錢 就出發了 在那邊非常的難好 因為大概三萬塊台幣吧 那就是有一段時間 曾經一度剩下三十五塊的日子 那一段時光真的非常難過 但是危機也是我的自己的戰績 我在那個時候 那個運氣真的很好 我只是經過一間泰國餐廳 那間泰國餐廳 有老闆就叫我幫他搬東西 那那個時候我就幫他 把那個大象搬到他的餐廳裡面 那隻大象超級的重 那那個時候 那個老闆就跟我說 他就說 然後我其實全部都聽不懂 我只聽到搬東西這個關鍵字 然後我就那個時候 喔好我就幫他搬進去 那我搬了進去以後 那我那時候就跟他閒聊 因為那時候英文非常的爛 完全聽不懂 也不會講 那那個時候有怕丟 我就繞跑了 對 然後等到一週 那時候只剩下三十 就剩下一百多塊 那時候就超錯好 我就從那個店裡 然後跟老闆 跟哈拉幾句 那哈拉完以後 就硬指頭去跟他說 你這裡有沒有工作可以給我 然後他就面帶著你 他就不知道到底要不要給我 因為我又不能當waiter 那什麼事都不能做 就只能洗碗 然後他就說 好啊 你資料有沒有下來 然後之後有需要再找我 那我回家 國不起來等了一個禮拜 他沒打丟 那那個時候我就衝到他的店裡 那個時候我印象很深刻 那一天是禮拜四 那一天禮拜四 禮拜四的那中午 我就跟他說 今天我免費幫你洗 然後你之後要不要用我 隨便你 那那個時候我只加35塊奧品 超級緊張 那那個時候我就幫他洗 洗完以後 他說好 禮拜五禮拜六晚上過來幫我 你就過來上班 那個禮拜五跟禮拜六 是我待在那間餐廳 半年來最忙的兩天 那那個時候 因為這兩天我活了過來 之後因為一些機緣的關係 我在短短的四五個月 賺到四五十萬台幣 然後買了一台車 我就開始在環遊澳洲 那改變我最大的起點是我開始 第二年我當起的街頭藝人 那那個時候其實 讓我改變最多的是 我跟這一群孩子們 跟這些朋友們的互動 那那個時候我就只會 這一個戰鬥服 就是現在穿的那個 那個時候呢 我在澳洲 我就是在 單純就是摺一些簡單 那時候技術超級差 我只會保健 還有棒棒糖 然後那個帽子還摺歪七斗八 不知道在摺什麼 那那個時候 剛好這一天是萬聖節 那那個時候就在 就是在街頭上 就在賣衣 那我就是一些 小花招小伎娘 就在那裡騙騙他們 那這樣子我還是可以過 這樣子 比我在上班的薪資還要高 是兩到三倍以上 對 那其實不要 不要把自己看得太低 我第一次自己出去擺的時候 超緊張 我就想靠 我英文可以嗎 然後我在街頭上 我那個第一次賣的時候 哇 我那天做了大概兩三 欸兩百五澳 然後我只做了四個小時 然後那時候我就 非常的有信心 我就是那時候假日 我就開始在擺攤 然後平日在上班這樣 那這個就是 給大家揚演一下 帥哥跟美女 好然後這一天萬聖節 我這是在另外一個場地 萬聖節的時候 這一天真的超級好玩 就有各式各樣不同的課 然後還有人說 他就是 他拿了一個 那個小猴子的一個雕像 然後過來 然後他說 Hey man Can you make someone for my brother 然後 然後我就 好 我就放他做了一朵花 然後弄在他的帽子上面 然後 這一個故事就來了 中間這位女生 他就過來 他就問我說 Hey man Could you make the penis for me? 然後他就說 我就奇怪 Peanut 是花生嗎? 然後我就 我就 我就叫他 去repeat it 然後他說 I want a peanut 然後我就 Are you serious? Yeah of course Sure why not 然後好 我就折了一個peanut 然後那個時候真的是 我是邊笑邊折這個 然後他那個時候就跟我拍照 然後他要我在他的頭上 刮上面這個 我就覺得 對外國人而言 他們就是just for fun 只要開心就好 他們並不會care這些東西 那在街頭上 我除了 我從一開始 我英文至零 我真的是完全不會聽不會說 到我到街頭 我可以直接跟客戶去對談 甚至交易 然後 我超好玩 我印象很深刻 那個時候 有一個妹妹過來說 那個 I want a lollipop I want a lollipop 然後我就 什麼是 lollipop 我真的不知道什麼是 lollipop 然後說 lollipop 原來是胖胖塔 那我就是在 其實我一路上 我做過了很多的工作 各式各樣的工作 我從完全不會 就是一直聽 一直聽 那甚至可能一直被罵 一直被罵 一直被罵 然後就是 厚著臉皮 硬是把他學而起來 那在街頭上 更讓我覺得更大的挑戰 我那時候就是 完全都不知道 我的商品到底叫什麼名字 然後甚至Puppet Dog 還有更多一些奇奇怪怪的名稱 我聽都沒聽過 只是一隻狗耶 可是有很多種名稱 那在街頭上 我真的就是 英文就是迅速的成長 那像是 我就會跟他們去 跟這些朋友們做互動 那其實 最讓我感受到的是 文字唯一這樣 我那個時候 我就在這個圖畫紙上面 寫 Hug and Candid for free 下面寫 Have a nice day 那個時候很好玩 那個時候 我跟著 我帶著 兩位台灣背包客人 這一位後面還會再介紹一位 那個時候他們兩個人 他們 就是才剛來 剛來澳洲第三天 然後就被我們 被我們半紅半片就騙出來 然後那一天真的是 非常的好玩 就是有 就是 第一個來 第一個來的是一個 第一個報到的是一個 超級漂亮的女生 然後我就要好好介紹這一個人 他那個時候真的超好玩 就是一個非常美麗的女生 然後他就說 他笑到一隻貴賓口 我就折耳給他 可是那個時候 我還不太敢開口講話 這個叫他就咚咚 咚咚咚他 他就跟他說 他英文超亮 他都不敢講喔 然後那一天他突然英文變超好 他就說 Do you want a free hug? 然後就傻眼 然後真的 第一個 美女就被他抱走了 然後從此之後 他不斷都拿這個來 他就說 其實手抱是我 然後就真的很好玩 那就是一路上 可能還有一些什麼消防員 甚至還有警察 還有 反正我抱到完男生都比較多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對 那反正那個時候很好玩 就是 就是那個已經到晚上了 就是我就是 像這個時候 我這個記憶點很深刻 那一天就是 這個時間點沒有什麼人 就突然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時間點都沒有 都沒有顧客上的 然後我就說 我就跟東東講說 欸看我的 我有辦法把他拉過來 然後我就走了過去 我就說那個 我就說 Do you want a free hug? 然後說 ok of course 然後就跟我抱了 然後我就開始 屁裡啪啦跟他 隨便介紹了一下 我自己都忘記我自己講了什麼 我就把他引到 引到我的攤位那一邊 我引到我的攤位來 然後就開始跟他介紹 然後他那個時候 非常的 就把整 就是整個架子上的東西 我把他拿走 我自己有點嚇人 所以我就覺得很好玩 那自己 那個 我 真正感受到 是一個 就是我真正分享的開始 從過去我當街頭 有一個都是自己一個人 那我自己一個人 非常的無力 我什麼事都不能做 包括拍照 因為這次是有兩個人 一個東東 一個是那個汪汪 那他們兩個 那他們兩個 然後 因為 因為有了他們 我才有辦法去做 這麼多的事情 不然我只能做一件事情 就是折氣球 那 那個時候 我開始 開始去學會的分享 以及一句 就是我很無私的跟他們講 說我該做什麼事情 包括要 要怎麼做 怎麼做 雖然說實際上場的時候 他們畫得跟我一樣 對 可是 很好玩的事情是 他們自己也進步 而且他們自己也知道說 原來 還來澳洲 不只是找工作 這件事情 這麼重要 原來自己還可以去創造 那那個時候 我創造了我自己的價值 並且分享了 給這兩位新的朋友 那我回到台灣 現實考驗的開始 每一個人 像這個豆豆龍 那個 還有鋼鐵的這些 他們每一個人都非常厲害 我只會 寶劍 對 那那個時候 我其實看到就是傻眼 那個時候 我就全部武裝上陣 我穿著這樣子 對 我穿著這樣子 我就開始在 我就開始在比賽 那一天 非常的慘 我那一天沒有過 因為二十五組 只過三組 那這是我這一年來 創業的 不斷的經營 我自己做了一個鋼鐵人 然後還交 交這些社團的朋友們 折了一個內衣淋 然後還有就是我幫我姐姐的婚禮附記 那我給他這兩支 還有其他的東西 那還有那個 我朋友開養他的 他的那個求婚 那我就是幫他去布置 他也求婚成功了 給你幾個恭喜 對 好 然後這是前陣子 在情人節的時候 去幫那個餐廳去做布置 那一天非常好玩 我有帶活動 就是他們 就是他們都一定要在那邊做著 然後清水拍照 玩一些也都沒有 只要有玩的都會送一個 哇這個都已經送完了 對 然後這個是我的現階段的合作夥伴 我的合作夥伴他非常的強 那我也在他們身上學到很多精華 他真的真的非常的厲害 還有這種 那氣球這個東西真的是無極限 那這個是高雄夢 夢時代 對夢時代的氣球大賽 那只要氣球 你只要敢想夢想無極限 那這個是氣球的金氏世界紀錄 總共用了九萬多顆氣球 打造出來這個無敵巨大機器 那我們給我們台灣團隊一個掌聲好不好 那其實這一張我本來是要拿那個 義大利比賽的照片 只是有一些問題放錯 這也是在夢時代的一個比賽 那後來我就去一些就是問題的家庭 他們這一群都是弱勢族群的小朋友 我就去教他們摺氣球 他們自己摺到黃哥 然後我還有去智能障礙 有人找得到我在哪 那對那時候這一群大朋友 他們都已經31歲了 可是心智像小朋友一樣非常的乾淨 那時候我自己有點嚇到 我去帶他們玩遊戲 那玩完以後 他們所有人結束以後 全部都跑過來 然後全部都跟我握手 很高興認識 其實那時候讓我真正的感動到 我自己未來到底想要做什麼 好 然後在每一個孩子 他們自己都有他們自己的夢想 這是他們的房間 他們自己的作品 那可是這一群小朋友 他們卻沒有辦法自立分成 那這個時候我自己想 就是我要讓他們 因為我自己光是貴賓狗 棒棒糖寶劍 我就可以自己生存 為什麼他們不行 那在4月6號到16號 我打算要用火車環島 氣球賣意的活動 那我徵求旅辦住宿場地 以及各區弱勢族群 那如果該區沒有服務單位 我就用街頭的方式分享 那旅途中 皆以賣藝換宿錄影等方式進行 那旅辦不一定全程需要參與 那歡迎志同道合的人共襄職 那旅程結束後 我將把所有就是 募款捐贈給人有愛心家園的 智能障礙的朋友們 那最後兩句話送給大家 與你分享快樂勝負 這個非常的簡單 可是 要做到其實並不容易 那我分享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 然後這個是我的粉絲團 你們可以查活蹦亂跳 然後找到這黃色氣球 就是我的Facebook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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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各位朋友們 珍惜周遭的左右身旁的親朋好友 那給他一個大大的擁抱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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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